为什么我看你们 别动 别别吵 别吵吵吵打我 你不是拼爹我明白是不是 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拼的 哎 记者都来了 看他干嘛呢 看他干嘛呢 对不对 今天记者都在 咱把话说清楚啊 别碰了 怎么呢 难受啊 这个戏真不错 刚才真不这样 对 可以就是这样 打我 打我 也只是我兄弟 彬子 为什么钓那么多警察 别拍了 别拍了 听不见吗 你手疯着 这这 打我呀 你不要打我 打我 打我 这咋不上 这哪里去 别怕 别死我 他打我 打我呀 别怕张琳琳 别帮你逮别 打我 打我呀 打我呀 别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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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别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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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别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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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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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挺猛啊 男人打架他要把男人上 何意啊他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还挺得意 你们公司的男男女女 都挺能打是吗 不是 不是 机关同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回去一定要严加管教 您放心 该承担的责任 该赔偿的损失 我们一定不会推卸的 一定配合你们 把这件事处理好 对 处理 你过来 坐来 你躲着我干什么 我打你了吗 没事 这个 打架呢 不属于助理的工作范围之内 明白了吗 看在你帮我挡了一瓶子的份上 我就还是坐在这边了 我坐在这边 挺好啊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我还没问你呢 这模续人呢 人在哪儿 应该在家吧 那要不你现在去他家 关键时期 各路媒体都在找他呢 杨珍珍 危机公关你处理不理 私人处理你又干不理 我告诉你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马上给我去他家 二十四小时把他给我盯住了 扎那儿不许动 明白吗 去就去 杨珍珍 希姐 郑博婿这次麻烦大了 刘亦南是不是又在拍桌子骂人了 你家旭旭可不是上游的灯 你做他助理 以后可得小心点 又在这儿欺负小妹妹 不用担心珍珍 不就是打个架吗 刘总处理起这件平安 想散意地 怎么你又出现了 我听说我们家旭旭大宝贝出了点事 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你确定你不是来看热闹的啊 那你这话说的呀 太无厉头了 公司的艺人出了事 我知道了 原来你是来看热闹的呀 姐姐们 刘总还找我有点事 那个 我就先 会见 会见 拜拜 谁让你动我东西了 练琴一晚上没睡啊 一会儿还有三个通告 赶紧去睡一觉吧 我好不想去 我能不去 让你动我的钢琴了没有 你怎么 你干什么呢 我让你动了吗 我手怎么了 怎么伤那么厉害 有人喜欢成英雄 连累了我吃瓜群众 你伤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得去医院 穷人家还在哪儿 那么多讲究 你现在是我助理 我让你干什么就要干 听话 刘亦南让我过来听 什么刘 刘亦南 走 带你去医院 我放下它的 我放下 我放下 小声 三个 好 我放下 我放下 是 这是 是 是 我放下 有 是 行吗 疼不疼 还疼抬抬抬 好 放下吧 没有伤到骨头 就是软组织磋伤 如果早点过来检查的话 也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晕血 你怎么不早点来呀 因为他蠢 你这小伙子 也是太关心人家了吧 心里着急 口不择言了 不是 医生 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 我是一个有什么说声 他呀 就是有点蠢 就算我蠢 人家大夫招惊惹你了 递谁咬谁 好了 好了 没事 病情啊 不严重 也没伤到骨头 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保持好的心情 很快就能恢复了 我再给你开点药 大夫 大夫 他不用打个什么狂犬疫苗什么的 不用